Hello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静婷 回归其实就已经习惯了 毕竟已经第六集 因为这一次我们录制是在北京 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毕竟也算是自己家乡自己主场 所以可能更自然 更贴近一些 但是还是挺怀念长沙的各种小吃跟夜宵的 我是跟着他们一起吃 最名场面的话 大家可以在新浪上搜索一些我们的一些集锦 大家都有一些很精修的cut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很长时间没见 然后突然到一个坐在一起讨论的环节 很容易聊着聊着就跟剧情没有关系 就聊飞了 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都太熟了 所以很容易就聊着聊着 聊到跟工作剧情不相关的一些问题 而且脑洞会开得特别大 私底下我有时候会约萨老师打球 然后跟何老师也会约着吃饭 我们经常也会私底下聚一聚 约萨老师打球 他不接受我的邀请 他说他靠不了篮的场子 他不去打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没有打球的机会 想了很多种 也出了很多种方案 然后根据现场的灯光 包括因为之前穿的可能更偏嘻哈一点 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 毕竟已经三十多岁了 然后就需要给自己多一些华丽的色彩 因为毕竟糊了很多年 然后这一次翻红的机会 就花了大家钱去租了一件衣服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穿了非常的闪 然后造型上也是跟以往的美剧都不太一样 这是刚才现场的时候 在别人房间里面搜到 然后再加上 我没有意识到 我忘了 因为从剧情上来讲 他曾经是我的粉丝 后来一军突起把我给超越了 所以就 看着自己的后浪超越自己 心态是挺平和的 对 就还行吧 毕竟已经糊了很久了 心态已经调整得不错 对于比如网友投诉 就觉得很乖 就像长期在搜 你都说能不公断 你把我的同期都都要倒车 不要再二代关混 你对这个境遇有什么要说 对这个境遇没什么要说 因为糊嘛 就是我糊我有脸 所以就 所以其实现场大舞是挺好听的 因为我们播车还有一点稍微的凶 没有凶 完全没有凶 就直出的 直出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别再问了 不该问的别问 我没有什么能张口就唱的 就给大家 拜个早年吧 祝大家圣诞快乐 对我最大的主持商和解放天性 是一个内脸温柔和内蠻的小男孩 男孩的天色的现在人 最大是什么 心里有处 哈哈哈哈 继续提问小白 看你思念的应该 这个开店也会寻买 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现场 怎么说 这就算双眼 就是另外的 反正说话带点全力都是双眼 就双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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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还是就是 Peace and love 我个人只是想试问一下何美男 除了几首有一些品牌的歌曲 他还有什么代表的作品 反正我宣复 我终身不邀请何美男 像快乐大人 你也不许 好吧 你也不许 他在我这儿没有那么可能 但是我希望两家的粉丝 还找PIZZA吧 就是我们都 你作品说话好不好 谢谢 是这样的 我觉得萨威笑哥哥 其实是对 何美女说 我姐的跟我妹妹 对 笑是吧 对家的事 你知道 我觉得萨威笑哥哥 主要是因为 对我姐姐的感情 才对我好 我心中只有白乱 这边是白乱家 这边是白乱家 白乱家 对 对 它的风格还是延续以往 它的风格设计嘛 还是比较稀哈 比较稀哈 对 这是它的一个经典金句 就是另外的价格 我说这是另外的价格 那包括像这些应援物 是咱们是自己准的 对我们自己准的 我们有道具准的 看一下 很有心 对我们从网上都要找到一些粉丝的一些很可爱的服务 然后就去做 对我们 对 我们其实说 做了一个东西就是 它其实你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来检查 嗯 其实放进里面 这个 还没放开 很尴尬 但是打开之后里面还是一个钥匙 然后这个钥匙要去只能说打了下一回 就是咱们一个套完钥匙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互动 就是比它一个 给你找乐趣来不受罢 它一个钥匙直接发现 但这个这个等于是已经被 被被被被清了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对 就是很明显的标准NND嘛 就是我们当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 一天团 对 对NNDNND 全部都是平方的 然后搭建时间的话 看剧本给到我们时间 有长有短 那这一期我们搭了大概四五天吧 四五天 对 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细节吗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边 嗯 这边就是这一案的案发现场 是一个火灾 可以看得出来是个火灾现场 对 因为 稍微不要乱 对 因为我们这节目已经播了 所以我们应该从节目里看到 就是他们第一幕嘛 就是包括心姐他们发现尸体的地方 对 咱们之前也会有不同的死者吗 对 就不知道咱们是其实是一个模子 反复用还是怎样 我们每一期的尸体都会不一样 嗯 然后当然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 我们也可能会尽有尽可能的是循环使用 这个咱循环使用过吗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是全新的一个尸体 对 这个是一个烧焦的一个尸体 我们后援会会长 真金花 嗯 然后因为我按过现场烧毁效果 就是根据真正的烧毁效果 烧出来 是不是一个案发现场 我们知道几个小时 昨天烧焦具 我们就烧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 嗯 然后包括七七八八的 包括整个一个坛塌效果 包括防凉 嗯 还有一些上面的一些乌瓦 掉落下来就是真实从上面要掉下来 掉的位置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明白 就是尽量还原真实 让艺人感受的更真一点 明白 这是大主唱的房间 对 大主唱方面 比如说一些恐怖的主题呀 之类的 不知道咱们这一季 十二期吗 嗯 就主要是哪 就哪些主题会更多一些呢 嗯 嗯 其实我们每一季主题都会 呃 会兼顾着以往 就是以往经典案例 也会有一些新的案例 嗯 但是 恐怖的案例我们肯定也会有